員工和老闆雙方的利益 是否可以兩全其美呢 在英國即將開啟一場 四天工作日的社會實驗 透過減少上班時間 增加整體員工的工作效率 同時提升員工的生活幸福感 為期六個月的四天工作制計畫 將從六月一號開始進行 參與計畫的六十家英國公司 從英國皇家生物學院 啤酒工廠到平民小吃的 炸魚薯條店 總計超過三千名員工 堪稱四天工作制史上 最大規模的試驗計畫 代徒實驗的非盈利組織 Fordid Week Global宣稱 這項計畫是在不扣心的前提下 縮短員工工作時間 到每週最多三十五小時 藉此同時提升員工生產力 和公司收益 Fordid Week Global表示 新冠疫情促使各大企業 採取在家上班制度 傳統的招九晚五工作概念 早已被打破 企業家關注的點 也逐漸從勞動時間轉向 產出質量 而彈性的工作時間 反而可以抑制工作倦怠 並成為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的 競爭優勢 四天工作日企業躍躍欲遮事 但是難免存在懷疑 會不會造成企業的成本壓力 甚至連帶壓抑經濟成長 不過事實上同樣的試驗計畫 早已在冰島進行兩次 結果發現生產力非但沒有改變 甚至還部分有所提高 讓紐西蘭 德國和西班牙 近年紛紛嘗試推行 就連日本企業也不例外 生活的幸福 是不是比想像中還要容易達成呢 近新聞 正義中 戴友人報道